请点击上方家庭教育之声,关注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官方微信,一起共同寻找家庭教育真智慧。 大文豪沙士比亚说过,人生就是一部作品,谁有生活理想和实现的计划,谁就能写出精彩的情节和结尾,而影响孩子作品质量的,就是父母,有位老朋友,是个搞摄影的爸爸,他的镜头用来完成工作之余,最大的爱好,就是记录妻子和孩子的日常生活,翻开他的朋友圈,看到最多的,就是带着妻子和女儿,外出游玩。 露营的照片,有驴又问过他,孩子那么小,什么也记不住,带他出来还麻烦,何必呢? 朋友说,只有孩子自己走过的路,才是路,他坚信,当女儿学着跟不同的人打交道,他就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认识和见解,不轻易被别人的看法影响,乃至带偏,当女儿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世界, 这个世界,这个世界对她而言,才不再是仅存于别人口中的直言片语,而是活生生的存在,印象很深的是,小姑娘四岁那年,跟爸爸徒步旅行,坚持要背着自己的琴,说要表演给大自然,和一起露营的叔叔阿姨听,她不是想炫耀自己的多才多艺,而是在她眼里,人性本有善,万物皆有灵, 她想跟最美好的事物,分享最动听的声音,小姑娘六岁的时候,朋友带着她,一起走过了西班牙圣地亚哥之路,朋友说,那不是一次简单的hiking,而是女儿从一个阶段,迈入另一个阶段的成长仪式, 这些活动,这些仪式,在孩子上学以后,很快就表现出了作用,小姑娘跟同龄人比起来,眼神里总是多了一份自信与果敢,有一次新学期刚开学,她就主动提出要去班里演讲,说说自己暑假里和爸爸一起走过的路,还有自己的心得和感想,也借着那次机会,小姑娘跟着爸爸,学会了做PPT, 后来,开家长会,常常有父母向朋友打听教育方法,真羡慕你家女儿啊,感觉她比其他孩子的成长,快了一步,你是怎么教的? 其实,朋友从来没有刻意教过女儿什么,她只是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,陪伴女儿成长,引导女儿走向独立。 香港作家梁凤怡曾写下,恐惧时,父亲是一块踏脚的时,黑暗时,父亲是一盏照明的灯,努力时,父亲是精神上的支柱,成功时,父亲又是鼓励和警钟,父爱,不细腻,却强势有力,给孩子以力量和勇气,去追寻更高的天空,更远的远方。 如果说,父亲,为孩子指出了通往世界之路,那么母亲,就是孩子走向世界的安全感来源,就像心理学家弗洛姆,在《爱的艺术》中提到的,母亲,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,是我们的心安所在。 闺蜜说,她以前只听大家讨论,母爱让孩子有安全感,但是从没把这话往心里放,直到那次,她接女儿放学,去的有些晚,班上只剩下三个孩子了,另外两个被晚,接的孩子,都闹情绪了,只有自己的女儿不哭不闹,还能拿出耐心来安慰同学。 闺蜜本想夸一下女儿,其他小朋友都有些害怕了,就你最勇敢,真棒,没想到却被女儿反夸了,那是因为我知道,妈妈一定会接我啊,妈妈那么爱我。 那一刻,闺蜜才真正体会到,母爱给孩子带来的满足感和安全感,被妈妈稳定爱着的孩子,往往性格平和,内心富足,有需要的时候,她还能把这份富足分享给别人。 孩子,需要的从来不是教育,而是那份不张扬,却始终陪伴在侧的母爱。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说,什么是教育?教育就是,一棵树摇动,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,最能对孩子形成决定性影响的,就是年幼时,父母在游戏中与他们的互动,在外出游玩时,父母无形中传递的态度,曾听很多人谈起有孩子后的生活,都或多或少抱怨过。 自从孩子出生以后,时间都被霸占了,尤其是男人,总觉得,有了孩子,他们就不能再当一个大男孩,随心所欲了。 但是,也有一位爸爸聊起陪孩子的感受时,说道,当我陪着孩子一起玩乐时,突然觉得,人生如此圆满和美好。 其实,每一次父母陪孩子游戏,风暗,就像是一次穿越时空之旅,让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孩子相遇,找到最纯真的快乐。 主持人乐家,就很享受,带着女儿四处旅行的乐趣。 去年夏天,乐家就带着四岁伴的女儿,参加徒步沙漠活动,四天一共步行了76公里。 她希望自己坚定的步伐,能让女儿看到,并且学到什么是坚持与定力。 果然,女儿也不负她的期望,小小的姑娘自己走完了全程。 乐家很欣慰,说,孩子的钱能超越我们的想象。 其实,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,父母扮演的角色,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。 父亲,往往更具冒险精神,能给予孩子勇气和力量,决定孩子飞得多高,而母亲的细腻柔软,能给孩子更为周到的呵护,让孩子安安心心,飞得更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